那可是连后期武帝都能重伤的可怕尽职, 墨千元再自信也不敢冒犯。 他恼怒万分, 疯狂地催动规则之力, 要将大道果实吸引回来, 可是却无济于事, 只能眼睁睁地看到大道果实飞向后方人去。 而后, 他就看到了这枚果实落在了后方的一个人手中。 妈的, 这个人是谁啊? 墨千元心头怒火中烧。 可接下来, 他的眼珠子都快瞪爆了。 因为一颗颗大道果实都纷纷飞了起来, 朝着那青年掠了过去, 很快地那人手中聚成了一堆。 一堆? 一堆? 这他妈是怪物吗? 即便是他这样的顶级半步武帝, 一次也只能引动一颗大道果实而已。 可这鸭子居然是引动了一堆? 这一下子引动了十几枚他是怎么办到的? 不只是他, 其他人也都如同看怪物一般地盯着秦晨。 特别是鸡如日, 因为他在墨千元之后也引动了一颗大道果实。 可谁知道, 这颗果实啊, 眼看着就要落在自己身上了, 也被那小子一下子半路夺走了。 哪儿冒出来的死小子? 所有人都大怒。 但是他们咬了咬牙, 忍住了出手的冲动, 而是急忙去沟通第二颗大道果实。 在他们看来, 秦晨采摘了这么多的大道果实, 应该已经是耗尽了力量了。 反正剩下的大道果实还有不少, 回头再探探这小子的底呗。 所以人人转头, 继续引动别的大道果实。 墨千元全力引动, 很快地又有一枚大道果实回应, 让他心中大叮。 然而悲剧再次上演, 一道强横的力量扫过, 瞬间让他正在沟通的大道果实瞬间脱离而去。 墨千元都不用扭头, 只要是看看这果实的飞行路线, 就可以确定又是那个人。 可恶可恶可恶! 他什么果实不踩, 非要跟自己抢啊? 而且他已经踩了那么多了, 为什么还如此贪心? 他恨不得当场跳起来拍死秦臣。 但是, 想到沟通荣道草期间绝对不能动手的规矩, 只能硬生生地按压下了愤怒, 继续地去沟通下一枚。 然而, 不管他怎么沟通引动果实, 最终只有一个结果, 那就是被那小子夺走。 这是自然的呀, 秦臣虽然才半步武帝, 但是他实际上修为比普通武帝要强夺了。 更何况, 他以空间规则入道, 空间规则是天底下最可怕的规则之一, 引动大道果实自然是再轻易不过了。 而且, 秦臣掌握了一模族的大量规则, 对天地各种规则都有所设立。 别人引动大道果实或许需要全力而为, 但是秦臣轻松地便能引动了。 很快的, 一颗颗大道果实全部被秦臣吸引走了, 其他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, 急得眼珠子都快红了。 更让人愤怒的是, 秦臣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吃起了果实了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, 被秦臣夺走的大道果实已经被他吞了一半以上, 嘴角还带着果汁呢, 霞光璀璨地怨含着大道气息。 这他们也太暴怜天物了吧。 人群都快疯了呀, 这大道果实怨含的规则感悟是没错, 但是正常人吃一两颗也就顶天了, 最多也就是三五颗, 因为能突破到九天五地自然有这个天赋, 吃下大道果实的一瞬间就能感悟了, 吃太多也只是纯浪费而已。 可现在, 秦臣起码是几十颗大道果实入腹了吧? 事实上, 秦臣并未能将这些大道果实吃下, 他是利用空间规则, 迅速极快地将这些大道果实放入到了乾坤造化玉碟中, 给人的感觉像是他吞了一大半的果实一般。 此刻, 所有人都愤怒, 眼珠子喷火, 气得发抖。 只有秦臣身边的卓冷俊兴奋得不得了, 因为秦臣吸引了太多的大道果实, 导致这片区域规则之地横行, 荣稻草精气充裕得不得了, 他也获得了不少好处, 只觉得浑身飘飘然的像是羽化灯鲜了一般。 可恶啊, 此子太过分了。 众人气得发抖, 但是众人还是压抑下了心中的愤怒, 继续引动果实。 轰了一下, 最终剩下的诸多果实进阶发光, 齐齐的掠气, 其中一大部分落向了秦臣。 但是还有十多颗被姬如日, 紫云仙子, 莫千元, 姬如星腾人引动, 融入了他们的体内。 秦臣皱眉, 没想到最后关头还是被夺走了十几个。 不过很快的, 秦臣便释然了。 因为啊, 不是他实力不够, 而是姬如日等人真的很有天赋, 引动大道之光和天地共鸣, 使得荣稻草最终也选择了他们一些, 给予了一些回报。 天地不仁, 总有一丝生机。 荣稻草乃是大道之草, 自然会留给众人一丝生机的。 这也是荣稻草的可怕之处, 不会被一人进展。 不过呢, 这也足够了。 一共八十一颗大道果实, 秦臣一人独占了六十四颗, 占去了一大半。 除此之外, 无论是姬如日还是墨千元, 最终也得到了一颗而已。 更别说给紫云仙子的弟弟准备一颗了, 连自己都差点空手而归了。 秦臣呢, 将自己最适合自己的大道果实吞下, 顿时浑身发出光芒, 身体之中像是有大道秩序在共鸣一样。 那种原本卡在半步五帝的平静, 像是微微松动了一下, 轰的一下, 而后, 秦臣催动规则力量, 开始吸收荣稻草散发出来的精气。 大道果实, 能让武者感悟到一丝规则之力, 融入天地, 有跨入九天五地的帮助。 而融稻草本身的精气呢, 同样拥有非凡的功效, 不容小觑。 只见了融稻草的九椭叶片, 一瞬间爆碎了, 化为了漫天大道光辉, 在虚空中散移。 所以, 人都瞪大了双眼, 疯狂地催动体内的力量, 去引动这一丝精气。 但是下一个, 许多人都眼红了, 差点没跳起来, 因为先前抢夺了诸多大道果实, 那小子的身前像是一道无形的漩涡形成了, 顿时将绝大部分的精气给吸收了过去。 轰的一下, 秦辰身前像是一道道漩涡一般, 起码七八成的大道精气被吞噬, 只剩下了两三成的大道精气散移开来, 被厂上其他人给吸收。 一炷香之后, 原本霞光璀璨的荣道草彻底都枯萎了下来, 归于尘土。 这一个轮回结束啊, 下一次荣道草再次成熟, 又要近百年之后了。 呼的一下, 人群中墨圈员猛地站了起来, 目光阴冷地看向秦辰, 冷哼的。 把所有果实都交出来, 然后滚下山。 荣道草已经枯萎了, 禁止结束了, 他也不怕动手。 不做, 交出来。 其他人也纷纷叫道, 他一个人得到了六十多颗果实, 那还让其他人分个屁啊。 虽然秦辰不出手, 这些人中绝大多数的, 也都连着一颗大稻果实都得不到, 可看到秦辰一个人夺走了这么多, 众人都眼红了。 秦辰目光扫过, 挠挠头道。 凭什么呀? 秦雪他们确实用不了六十多颗, 但是这玩意儿, 能够让人有一线希望突破九天五地啊。 要是留在墨家等执法殿势力的话, 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? 所以就算扔了也不给墨家他们呀。 菜说了, 吃一颗只是有希望, 那么秦雪他们多吃几颗的话, 也没啥坏说, 而且希望更大。 别说六十多颗了, 就算是八十一颗全给他, 秦辰也不会闲多的。 哪来的野人? 可这本少是谁? 不骄, 死。 墨千元李生说道, 浑身爆发出寒意, 如同魔鬼怒吼。 墨家是这片地狱的顶级家族, 早就嚣张跋扈惯了, 平素里看人不顺眼, 就会大动干戈, 更不用说有利益之争了。 死。 其他人也纷纷叫道, 就连姬如日, 紫云仙子等人也都暮散寒光。 在利益的面前, 什么风度都是假的。 秦辰摇了摇头, 道, 你们无非是想要大到果实吗? 何必打打杀杀的呢? 那果实呢, 俺一个人也吃不了。 这有十几颗, 套也不是不给你们。 众人听了, 差点吐血, 哇靠, 这小子是猪吗? 一共六十多颗大到果实, 竟然吃的只剩十几颗了, 怎么吃的呀这是? 既然如此, 还不交出来? 墨前元也气得吐血, 但是为了剩下的十多颗果实, 他还是强忍着怒气道。 若是这里只有他墨家一个, 他早动手杀了秦辰了, 可是现在还有机甲在呢, 还是先把果实拿到手比较好, 十几颗虽然不多, 但是他墨家一家也够用了。 交出来可以啊, 不过俺有什么好处呢? 秦辰疑惑地问道, 你还想要好处? 墨前元目光一寒, 难道你没听懂本上的话吗? 我交出来, 你今日就得死。 秦辰惊讶了, 可, 俺们在大山里, 想要东西就得拿别的东西换啊。 大山? 众人狂云啊, 这家伙, 莫不真是个野人啊。 直到这个时候啊, 大家才仔细打量起了秦辰, 身穿瘦皮, 土里巴基的, 还真是像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野人。 难怪厂商门人见过此人, 应该是从五玉哪个嘎啦里面跑出来的吧? 众人恍然了。 这五玉的三重天呢, 实在是太大了。 有很多的呢, 山脉是凶险异常, 里面遍布着血兽。 但是呢, 传闻这些大山中啊, 也有人群居住。 这些人呢, 常年待在大山中, 于是隔绝。 但因为常年与血兽战斗, 而且大山中有不少的天才地宝, 因此不乏天骄之子。 众人心中对秦辰更加的鄙夷了, 也同时更加的羞愧, 自己连个野人都没逼过, 这也太丢人了。 让你教你就教, 不然我可动手了。 到时候, 你只有死。 墨千元已经不耐烦了, 秦辰似乎生气了, 怒气冲冲地对着墨千元头。 你, 你要杀俺? 想杀俺的人很多, 但是你, 不行, 不拿东西出来, 休想从俺这里拿走野果。 野果? 众人气得吐血呀, 感情在所有人眼里至高无上的大稻果实, 在这野人眼里只是野果啊, 可果然没脑子。 吵死。 墨千元再也按捺不住了, 再说下去啊, 他觉得自己的智商都快被这野人给拉低了, 直接悍然出声。 轰了一声, 一道无比耀眼的光滑涌出来, 化成了一道剑, 向着秦辰学去。 秦辰也多了几分兴趣, 这墨家似乎也是执法殿的高层, 因此啊, 他也看到了这墨家的天骄到底有多强, 因此他也没有动手什么力量, 随意出手与墨千元玩了。 实在是现在的秦辰太强了, 真的要出手, 一招就能将墨千元给斩杀了, 但是如此一来, 必然会引来墨家和秦家大能的关注, 会让自己陷入危机的。 他的目的是找到秦如月, 还不能暴露太多, 所以他并没有施展太多的实力, 而是装成了一个野人和墨千元的硬拼。 轰的一声, 只见墨千元大发神威, 身为墨家的半部无地, 他实力的确是有些可怕, 无论是墨圆强度, 甚至不弱于是一名普通的初期无地, 因此完全压着秦辰在打。 他满脸傲然, 他果然是最强的半部无地, 那野人虽然不知用了什么办法, 吸引了那么多人的大道果实, 但真要动起手来, 显然不可能是他的对手, 但是时间一长呢, 他却有些急促, 因为任凭他如何占据上风, 却怎么也无法将秦辰给压制住, 一举获胜, 这家伙的韧性怎么这么强呢? 其他人也都震惊了, 没想到秦辰居然这么强, 显然也是一名顶级天骄, 起码换作他们上千, 早就会被墨千元给击败了, 一百条命都不够用的, 而姬如日和紫云仙子等人的目光也凝重起来, 发现秦辰的确是可怕, 虽然有些傻傻的, 但是的确和自己一样是天骄抢着, 莫千元迟迟拿不下秦辰, 也有些着急了, 轰的一下, 身体中陡然爆发出了一团可怕的光芒, 手中树的出现了一柄黑色长枪, 蛟龙出院, 天崩地裂, 他大吼一声, 长枪爆射黑色光芒, 震荡虚空, 仿佛天地都要被这一枪给扎穿了, 看向了秦辰, 竖的刺了过去, 轰隆一声, 枪影迷蒙, 让人不敢逼时, 只觉得浩大的力量席卷, 忍不住纷纷后退, 哎, 你居然想扎啊, 俺不跟你客气了啊, 秦辰怒了, 大吼一声, 竟然赤手攻拳, 直接抓向了那长枪, 莫千元大喜, 冷笑连连, 他这一枪, 能初期五地都扎给对穿, 这小子不要命了, 竟敢徒手去拿, 他体内规则力量施展, 在秦辰抓上来的一瞬间, 狠狠刺出, 下一刻, 莫千元的脸色变了, 因为他感觉手中的长枪 像是被刺中了某个红红猛兽一般, 竟然动弹不了了, 而后, 他就看到那枪尖, 被秦辰死死地抓在了手中, 闻死不动, 咦, 莫千元怒吼, 想要将秦辰挑起来, 可秦辰手臂一震, 砰的一声, 反而将他给震飞了出去, 将长枪给夺了过去, 清聪了手出, 相当来也会 flames上的对面子, 所以我们来说, 证据和证据, 在买难,